他44岁被国企除名,因被骗负债200万,妻子也溢走了之。 可有的人生来就顽强不屈的斗士,苦难只会让他们披荆斩棘。 任正非无疑就是这样一种人,如今他的名字和旗下的华为公司扬名神州大陆,可谓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 目前市值千亿的华为是他面对绝境和苦难给出的答案。 任正非是如何把前半生过得如此狼狈,又在后半生育名全世界? 负债200万道创造出市值千亿的公司,他究竟怎样完成如此猎天开海的壮举? 本期创始人观察,带你了解华为董事长任正非。 任正非的出生非常困苦,家中父母虽然都是教师,不过因为家中弟弟妹妹比较多,吃饭让家庭变得拮据。 任正非从小就受到了父母优良教育,学习成绩十分优异,同时待人和善。 最主要的一点,是他在父母身上学到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,这也为他后来逆风翻盘埋下伏笔。 任正非凭借着优秀的学习成绩,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,如今也更名为重庆大学。 大学期间,他选择了计算机、数控等多项技术,闲暇之余也喜欢自学外语。 任正非毕业后,想应国家号召入伍,参军当了一名基建工程兵。 在当兵期间,任正非在技术方面意气绝尘,多次代表地方军区参加全国性的比赛,为军区争光无数,扎实的技术和领导的喜爱,让任正非很快就升职到了副团级。 好景不长,国家取消了任正非所在的兵种,任正非转业到了深圳南游集团下面一个子公司上班,家境优渥的孟军也依靠着家里的打点去到南游集团总公司工作。 好景不长,任正非在工作上出现了失误,因为过于单纯地信任了外人导致公司亏损200万,这200万也理所当然成了任正非个人的债务,一座巍峨的大山压在了任正非身上,那一年他44岁。 如此巨额的债务让任正非日渐消瘦,妻子也和他离婚了,200万的债务需要赡养的父母上年幼的孩子,让这个中年男人几两都弯了几分。 任正非深知打工不可能偿还债务,于是他决定自己创业,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专业优势。 可此时的任正非身无分文,身边的朋友也都知其穷途末路,任正非只好挨家挨户的借钱,终于筹集了2万多,就靠着这笔钱在深圳开了第一家公司,也就是如今鼎鼎大名的华为。 最开始的任正非只敢循规蹈矩的经营,稳赚不赔的生意,在当时的环境下,他选择代理交换机,也就是只赚个差价的钱,并没有专业技术可言。 虽然赚到了一些钱,但是这远远不够任正非还债,于是他决定走专业路线,此时的他发现了一个商机,当时交换机在国内市场是一片空白,都需要从国外采买,外国人也曾狂言中国人不可能制造出交换机,如此一来人正非内心的爱国基因被激发,他决定要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交换机。 因此,他将全部赚到的钱招兵买马,许多胸怀大志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华为。 多年后的他们也都为自己的决定,感到骄傲自豪。 新鲜血液的注入让华为着气十足,任正非也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,可随着研发的深入,技术缺陷和资金不足等问题都接踵而来,任正非除了鼓舞员工也不得不让自己背负更多的债务。 如此孤注一掷,任正非内心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人的打算。 有志者施敬成,破釜陈州,终于任正非和他的团队研制出了交换机。 1993年,华为这个公司名声大噪,国人自己研发生产的交换机售价要比国外进口便宜数倍,交换机原本古井无波的市场落下了华为这样一颗重磅的大石头,千层浪花激起,市场动荡一时,稳定后的市场华为一家独大。 任正非决定打开国外市场,带着团队多次到南斯拉夫等国家推销产品,物美价廉的产品也大受外国人的追捧。 1996年,华为已经可以每年销售15亿人,当时只有几人的小公司如今员工也是发展到了数千人。 回望过往,任正非也是唏嘘不已,但是他们也没有固步自封。任正非以及手下的团队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时刻密切关注,华为的业务开始横向纵向同时发展。 2000年,华为荣登国内电信通讯企业行首,任正非依旧借交借造,放眼于更高层次的技术的开发。 到了2011年,此时的华为已经成了一个庞然大物,全国各地都有份公司的存在,旗下员工更是多达几万人。 此时的任正非闻到了一丝木器,发展飞速的华为,人们趋之若鹜,最开始员工的录用任正非都是亲自把关,可规模发展如此之举,任正非也是分身拔束。 因此,他决定清理华为内部的朽木,所有人全部下岗,再次竞争上岗的举措,让华为这个庞然大物焕然一新,一扫木器,生机勃勃。 随后为了激励员工,任正非更是把股份以激励的形式分给员工,使得员工永远斗志昂扬。 任正非对市场的敏感性和对公司生命力的掌控,让华为这艘剧传扬帆直挂,一路畅通无阻。 如今的华为价值难以估量,被网友称为中国企业的标杆,可谁又能想到,一手缔造神迹的却是一个44岁离异还负债200万的中年人。 可任正非就是做到了。 同样的遭遇和境地,有些人会自暴自弃,有的人会选择在黑暗中执着地寻找光明。 而任正非选择冲破了阴霾。 对于任正非的过往有什么看法?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。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 你真的没有人在那里,我给你您。 我来自行的鼓励都将是在厉ält中的瓶子里大呼吸。